记者邱淑玉新北报道,文化大学宿舍案持续发酵,台北市政府昨天认定违法,台北市都发局坦言行政怠惰。 对此,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仪今天受访时表示,都发局内部二个体系解释前后不一,不能用一句行政怠惰就这样拖过去, 甚至我看科批也不是很清楚法律解释,台北市都发局认定文化宿舍违规使用,并行政指导函给文化及幼域公司,要求二个月内改善,媒体询问有关解约的时程。 侯友仪表示,昨天第一时间幼域公司就派出律师,到杨敏山跟文化大学洽谈后续事情,首先因为台北市政府认定违规,会朝同意介约方向,而学生的住宿权益,也会和文大协商,让学生权益不会受到影响。 侯友仪强调,第一时间幼域公司有跟文化大学接触,都发局前来行政指导的两个月期间,学生权益就受到伤害,未来也会找出适当的方式处理学生住宿权益,好好解决问题。 侯友仪说,我也搞不清楚,幼域公司租给学生就合法,文化大学租给学生当宿舍就不合法,民众也听得雾傻傻。 另一方面,媒体询问,柯文哲说此案会把名字遮起来处理,侯友仪听闻后哈哈大笑说,名字怎么可能遮掉呢,报纸每天灯那么大。 他也重申,幼域公司在第一个时间律师就清楚表达,只要台北市政府反复解释就一定解约,自己从来不做非法的事情。